说周星驰与冯德伦关系在起波澜跟舒奇有关 要从那张周星驰靠在舒奇肩膀上的照片说起 去年年底舒奇微博中上传了这张照片 暧昧搞笑的调侃让外界对两人的关系多出几分遐想 不过周星驰爱慕舒奇的传闻 在1月8号的西欧详谋片的发布会上才算达到顶峰 因为周星驰进化中有化的在现场自爆 舒奇地位堪比女友 两人更旁论无人地公然打起骂俏 当媒体的提问影响两人约会的话题时 舒奇也留出不少想象的空间给观众 先讲拍戏为主 然后说那有空就出来吃饭聊一聊 那算不算有约会吃饭呢 除此之外周星驰此次大胆取用舒奇 为西欧详谋片配唱主题曲 这样的立法可是此前历届行女郎都不曾享有的 大家都很想舒小姐能够 就是他唱得这么好天生一个这么漂亮的歌喉 为什么不让我们大家欣赏一下呢 是不是 那我觉得舒小姐表现如何呢 你刚才听到啦 你还吻 舒奇录音当天 原本前来监工的周星驰还一时寄养 走进棚内与舒奇合唱 这一举动被不少网友解读为 星驰在借歌肃情 在四个门头的灵魂 因为我知道你录的时候 星驰都在这监场我 其实会不会有点压力的啦 不会啦 她玩得更高兴过我 是吗 我的压力很大 因为我要出声 那她在这边就合唱 她在这边帮我合唱 如此一来 周星驰正在猛烈追求舒奇的传闻不禁而走 与此同时 去年那段舒奇与冯德伦地下链的传闻 也再度被挖了出来 其实自去年八月 舒奇与冯德伦同游日本的照片一再被曝光后 两人早就被贴上了情侣的标签 我觉得每个人有分享 有不同的方式分享开心幸福的方法 但我就是选择就是 除非有人知道 不然我就尽量会让人家不知道 而这也成为了台湾地区媒体认为 周星驰与冯德伦不合的铁证 其实如今传出的周星驰与舒奇的绯闻 并不排除是剧组对西游享乐片的一种炒作 但有趣的是 翻看周星驰与冯德伦的情史 两人选择女友的品味还真堪称不谋而合 例如莫恩威就曾分别出现在两人前女友的名单上 一段非常黑骨铭心的爱情 那... 而两人与徐若萱的情感纠割 尽管都为得到当事双方的承认 但都曾盘踞娱乐版面很长的一段时间 我跟冯德伦只是朋友 按照这样的分析 很多网友认为周星驰追求舒奇很合乎逻辑 不过实质绯闻男女主角新片上映的档口 一些类似传闻都显得也有任性 我是不是比舒小姐再好一点点 其实不是好舒适的很多是吗 就那么一点